那时候我其实有心想说 就是会不会我之后没有办法走 其实恶化的程度是蛮有感的 自己不能走路这件事情 一开始还蛮没有办法去接受的 我的病名是脊髓型肌肉萎缩症 然后呢它是一个罕见的疾病 主要的话会影响到患者的四肢啊 还有呼吸进食心肺方面的问题 那最明显就是手脚会比较没有力气 但是它就是全身都会比较 比一般人来说还要没有力气 而且会就是会一直恶化这样子 对啊就是健进食 我大概在前年12月底 今年2023嘛 所以差不多2021年11 11-12月左右吧 然后我就开始发现 我身体有比较快的恶化 我觉得我后来就想一下啊 为什么我在那段时间 会恶化比较快的原因 是因为我在2021年 那时候的工作量很多 我就常常会不在我自己的居住地 我就是可能会跑外线市 然后跑外线市的话就是会住在外面嘛 住在反点 然后我平常就是如果在学校里面宿舍 里面的话就是有比较好的无障碍环境 那除此之外呢也会有长照的阿姨会过来帮忙 就是处理我的家务还有协助我去洗澡的这个过程 还有一点是因为我在2021年那个时候 其实是还可以走路的 但就是需要依靠那个住行器那种四脚架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会用那个走路也会稍微站起来一下 那就是当作是一种复健啊 就是站个几分钟然后会走路 可是我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 就是需要那个别人来协助我 然后长照阿姨她就是会每天做这个动作 然后让我起来稍微站一下走一下 可是因为出去外面工作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然后身体只要可能 maybe吧 我就看人一阵子没有没有动画 就是我会有恶化的可能性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天气的部分 就是12月嘛冬天 虽然我自己是住在台南啦 可是冬天其实也蛮冷的 就虽然相对来说可能比北部还要 还要热一点 其实我自己只要稍微吹到冷风 或者是天气稍微冷一点的时候 手脚就是会变得很僵硬 然后没有办法撕壁 你会这样子吗 还是只有我 会啊会啊 很明显就是只要一到冬天 你的手只要落在外面 就几乎是没有办法动的状态 对啊 整个动作就会变得很缓慢 对对对 然后脚的部分也是嘛 就是会会影响到 对啊对啊 或者我有时候啦真的非常非常冷 室内会很冷的时候 我就在室内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就真的没有办法 嗯你再怎么出力就是 真的都不行 因为你就是手脚冰冷啦 没有办法撕力 我后来就是我当然还是每天会试试看 真的冬天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常常没有起来动 但那个是有努力 但最后没有办法 反正就是大概是这两个原因 加起来真的太常没有起来动了 就恶化的比较厉害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有心想说 呃 就是会不会我之后没有没有办法走 我有想过 但是就是不知道那天来的来的这么快 因为恶化真的很没有办法去预测啦 说来就来啦 对啊说来就来啊 没有没有办法预测 然后 尤其是冬天穿一大堆衣服 然后你本来就很难动了 穿一大堆衣服之后就更难动了 对你讲到一个重点 这也是我很不喜欢就是 在冬天穿着很厚重的外套 或者是衣服的原因 也不喜欢穿太多件 即便很冷我还是不想穿那么多 因为就真的很心动上面会很受限 我就发现好像天气越来越热 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再站起来 然后就是试了很多次啊 每天都这样子一直试一直试 呃可能就大概会变成说 我以前是几乎每天都可以站嘛 然后后来 我可能10天里面有一次可以站的起来 就算还不错了 然后 呃后来我就有请那个 阿姨就是帮我录一段我走路的影片 因为我那时候知道说 我好像 就是没有没有没有办法走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那一天快来了 然后我就问阿姨说 可不可以帮我录一段 我走路的影片 我要拿回去给医生看 那其实是 我自己想要留那个影片的档案 就是看看最后自己还可以走路的影子 对对对 就是 嗯就是有有那个 就是心心里准备啦 虽然说就是不知道那边来那么快 当然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可能是每个病友就是会经历的历程吧 就是我这个疾病的跟我状况差不多的人 其实有一天也会碰到这样子的状况 想到这边那 就是我在那段时间恶化你 你觉得 就因为你也常常跟我出去 你觉得我在那个期间 那你有观察到什么地方吗 就是恶化比较明显 你自己觉得因为 因为就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当事人会比较 比较没有感觉啦 所以我想问啦 对对对对 你有没有发现一些我可能没有发现的地方 有有有有啊 就是当你一开始跟我说 你开始好像有一点点 我也一样有一点点退化的时候 那时候我出去的时候都会 注意一下你的手啊 尤其因为你脚都不会动嘛 就放在那边 但是手动的比较多 那一开始你 我认识你的时候 你的手指头非常的灵活 动来动去的 拆包装啊什么啊 都没有什么问题 还可以拿剪刀 后来你开始说你退化之后 我就有注意到你的手 会比以前还要抖 然后在处理的状况 起来会比以前比较来的不顺 对其实到现在都是 就是最近把铃鞋子就是 你开始拿东西的时候 也会必须要出很多力 或者是要拿 要勾很久才拿得起来 对啊就真的还蛮麻烦的 不过就是因为 我手其实就本来就会抖啊 没有力气 然后可能有时候出力就花 更多力气嘛 那个无力感就会很明显 就是手抖到你会就是 看起来超级明显 这样子 可能我在猜啊 大部分病友应该也是差不多 就是 当他的脚开始恶化 到一个程度以后 就是在其他的 肢体上面会更明显 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手部啊 手指头啊等等 就是感觉会开始恶化到 上半身这样 虽然说平常就是全身性的 都比较没有力气 可是我觉得好像当脚不能 就是有点恶化到一个程度之后 你的手啊 或者是其他地方会 有更明显的那种无力感 我自己觉得好像恶化过后 就是手当然也是比较明显嘛 比如说以前可能拿什么东西 觉得哦 没有那么重 可是现在拿就会觉得 我天哪好吃力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拿这个东西 我就会放弃这样子 然后除了手部之外 我会觉得腰啊或者是背 就会变得比较没有力气 有时候坐久了就更容易累耶 因为大家好像会 对你也是 因为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 你不去坐轮椅就坐在那边 会花什么力气嘛 哦不其实我们坐着也会累耶 坐着很累 我现在坐着有时候都蛮痠的 就被上床睡觉的时候躺下 哦腰怎么那么痠 对啊就真的要 其实坐着也是要花力气啊 对啊 就常常腰痠背痛啊 然后没有力气也很容易驮背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些 就是轻微的脊椎侧腕 你是轻微吗 但你之前好像 对你之前不是 我是中中度 总之就是其实恶化的程度是蛮有感的 自己不能走路这件事情 一开始还蛮没有办法去接受的 毕竟他真的算是一个蛮重大的一个影响啊 然后也会连带的就是造成你生活上面很多的不便嘛 所以一开始就很难去调适 虽然现在就是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嘛 可是我看到那些可以走路的人或者是病友其实还是会羡慕啊 就是觉得啊可以走路好好啊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 不过现在因为时间也过得比较久了嘛 慢慢的会去消化 当然羡慕是一定会羡慕啊 只是比较不会那么的难过 然后我相信就是每一个病友在这路上都过得很不容易 然后也要慢慢的去适应自己每一次恶化后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每个病友真的都是非常的了不起 那不知道就是在未来也会变得怎么样啊 就是病情没有办法去预测 但是我希望就是每天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 我尽量的把自己身体照顾到最好 那你喜欢做的事情 对要把握当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今天就是很感谢佩莉就是一起陪我来聊聊